今天给大家做一道很多老铁都没吃过的家常菜 锅里油热下入三个奔鸡蛋 一面煎至定型 咱们给他晃一晃 防止他粘连 不会大块勺的老铁咱们用铲的给他放过来 鸡蛋煎至两面定型 然后咱们给他倒出去等着备用 煎鸡蛋的油 咱们继续煎豆腐 我选的是老豆腐啊 你可以用嫩豆腐啊 煎这个豆腐的时候 千万记住要把锅烧热了 要不然嘎全占过上了 哎呦我去一面煎至定嘎 然后咱们给他放过去 煎另一面啊 两面给他煎至金黄定嘎 然后咱们给他盛出去 然后把豆腐给他赶成小四块块 这个鸡蛋也给他切了小块 我每天用心的教老铁们做每一道家常菜 只希望老铁们能给胖来个双鸡 感谢大家准备点葱花蒜片啊 给他爆下果 一定要给他炒出香味了 加点黄豆酱 然后加点蚝油 再少加一点生抽提个馅味 加长菜 必须加一点十三香 不得意的老铁可以补放 给他们炒出酱香味 然后把豆腐和鸡蛋下锅 相整式的给他翻炒几下 然后加入两小勺清水 调味呢 少加点味精和胡椒粉 别的什么调料都不需要放啊 把这个胡椒粉用水给他洗饰一下 要不然这个胡椒粉等一下就成坨了啊 少加一点老抽给他调个颜色 多加一些青红小辣椒给他提个味啊 不得意的老铁可以补放啊 最后咱们水淀粉够点薄芡 水淀粉就是水和淀粉啊 出锅之前再少加点香油啊 就这餐不管是吃饭还是喝酒 那都劳香了